一场蹊跷的诉讼 一个疑点重重的签名 兄弟俩各追一词 记者深入调查 还原事实真相 兄弟情义 因为一次股权转让 而濒临破裂的边缘 稍后今日说法为您播出 亿万富翁破产季 吵架的这两个人是一位亲兄弟 画面左侧的是哥哥 名叫王永云 右侧的是弟弟 名叫王新云 两兄弟老家在江苏 但是吵架的地方 是哥哥在湖南岳阳的办公室 这已经不是兄弟俩第一次争吵了 那么他们俩为什么要吵架 两个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义母同胞兄弟情深 兄弟关系被认为是 这个人世间最亲密的关系之一 可您看看刚才那兄弟俩 争得如此的不可开交 眼看着就要打起来了 其实在当地 很多人都知道这兄弟俩在争 在争一家公司 这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兄弟俩为什么要争到如此地步呢 王新云今年52岁 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人 但据他讲 在十年前 他也算是一个有点成就的企业家 在老家江苏和湖南都有自己的公司 公司效益最好的时候资产过亿 可如今他和儿子住在这套外表看起来有点破落的房子里 因为没了工作 现在甚至连生活都有一些困难了 一个曾经资产过亿的大老板 为什么会落得如此地步呢 在他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王新云说 这一切都是被大哥王永云给害的 王新云说 1992年 他带着资金从江苏来到湖南 跟人合资成立了一家 名叫湖南云达的房地产公司 他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兼董事长 而大哥王永云是公司所聘请的总经理 王新云说 公司成立之后 向银行带了一千二百万元 再加上自己的钱 他们在湖南省岳阳市 购买了两块地的使用权 其中较大的一块 在洞庭湖的边上有100亩 两块地的开发一直没有进行 去年 王新云打算动手开发 洞庭湖标上的这块地了 他就找到大哥王永云商量 没想到 大哥告诉他了一个 让他十分吃惊的消息 大哥王永云说 这块地已经转让给别的公司了 他是你怎么全力的开发 我怎么全力的地是我的 大哥的话 让弟弟王新云感到很意外 因为作为公司的董事长 他没有听说 这块地被转让的事情 这个时候 大哥王永云又说出了事情的缘由 就是这个公司是一个项目公司 就买了这块地 这块地被这些没了 大哥王永云说 当初公司向银行借过1200万元的贷款 后来贷款到期了 公司没有这么多钱还贷款 银行就把公司告了 最终法院判决 将公司的这100亩土地的使用权 以及公司的其他资产 都抵给了银行 判决数下来是多少呢 1200万的本 加800多万的利息 就变了2447块 所以呢 那个土地呢 那这个评估 只评估了1000多一点点 然后呢 不够还把我们 在这个南河大的鱼洞楼 也抵押了 到时候还差300多万 到时候又把公司的 连过开水机一台 保险棍 空调 沙发 办公台这些东西 通通就行完 大哥拿出了当年法院的判决书 但是弟弟觉得事情很蹊跷 因为给银行之间的这场官司 他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竟然一点都不知道 这正常吗 弟弟王信云就开始想办法 去查公司的一些资料 没想到这一查之下 他发现了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 但是就把答案丢出来给我们了 你看我们的属于的股权 已经转到了 我老师里面一下 王信云查到的资料中 有这么一份 这是公司的企业注册登记资料 这里面显示 2004年4月 公司进行了股东 和法定代表人的变更 在这些资料里 王信云还发现了一份 董事会的决议 决议的内容是这样的 2004年2月 公司开了董事会 参加的成员有五个人 王信云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其实那个时候 他根本就不在湖南 而是在千里之外的江苏 忙老家那边的生意呢 这次董事会谈的最关键的问题 是公司股权转让的问题 决议里面设计的概念很多 但核心的内容 其实就是将弟弟 王信云所控制的股份 转给大哥 王永云来控制 如果按照这份决议 去执行的话 结果就是云达公司 弟弟王信云的权利 基本不存在了 而这一切 王信云说 都是在他自己 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 就是根本没有菜肠 也不知晓 他也没通知过我 任何人也没通知过 不过 大哥王永云却说 弟弟这是在说谎 因为在当年的这份 董事会决议上 有弟弟王信云的签名 在这份董事会决议上 确实有王信云三个字 但是王信云坚持说 他没有参加过这个会议 这个签名是别人伪造的 王信云说 自己的手有残疾 写出来的字是非常特别的 大哥说 弟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弟弟说 大哥伪造了他的签名 为的就是侵占他的财产 那么这份董事会决议上 王信云的这个签名 到底是谁签的呢 在公司的档案里 这次股权转让的经办人 是公司的会计葛女士 葛女士或许清楚 事情的来龙去脉 记者联系上了葛女士 葛女士说 据他回忆 这份董事会决议上 王信云的签名 应该是当时 公司的办公室主任 周济书写的 事情真的会是这样吗 记者也找到了周济书 这是董事会决议 是04年2月15号的 这个名字公司的王信云 都是您写的 是吧 周济书说 当时他是在公司 总经理王永云的授意之下 才在董事会决议上 签下了王信云三个字的 周济书说 当时他也没有多想 就替王信云在董事会决议上签了字 现在看起来确实不对 从周济书提供的情况来看 董事会决议上的签名 确实不是王信云自己签的 而王信云说 能够说明这份所谓的董事会决议是假的 不仅是他的签名 还有其他的内容 这个周济书记 几乎四年的时候 把股权议议提供给股 一样就拿房地产开发公司了 他就已经不是股东了 那么这时候在这个王一注假的上面 2004年他又把他作为股东 什么他就是注假的 王信云说 在这份决议里面 作为股东出现的 长沙中银科技发展公司 其实早在1994年 就因为政策的原因 就已经退出了合作 而2004年开的所谓的董事会 竟然又出现了这家公司 这显然是大哥王永云做的手脚 目的就是把王信云挤出董事会 对于大哥这样对待自己 弟弟王信云说 他感到非常意外 但是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 凭着这样的一些做假的资料 在工商局变更股东 及法定代表人的时候 居然就通过了审核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受理事件 受理事件 这科长的審计事件 这局长的批诊事件 经过三个环节审查 所以这个审核意见 这是他董事会的决议 像这个一套东西来讲的话 完全符合这个登记规范 资料死其全 工商局的唐科长说 从当初湖南云达公司 提供给工商局的材料来看 是符合股权转让的相关要求的 而且当时公司也给他们做了保证 保证所提供的材料都是真实的 就是公司做一个承诺 就要表示他办登记 应当提交的 提交真实的证件 不看许可内容 负用件严件一致 会有七个行为 要承担法律责任 而且一个承诺 一个保证 唐科长说 在办理企业股权转让的过程中 他们只对刑事要件进行审核 也就是说 只要企业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 提供原董事会的决议 公司新劳股东会的决议 公司的营业执照等资料 是可以进行股东变更的 现在登记都实行代理制 当时就实行代理制 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 登记委托书 就是由公司 这个公司 而不是公司股东 由湖南云达公司 委判一个工作人员到场办理 他就提起来一种变明的原则 效力原则 因为如果任何事情都要法人代表来办的话 就给企业设置上来 那他作为这个公司的法人代表 他不需要知道吗 不需要知情吗 必须本人知情 看到自己努力找来的这些资料 自认为看清了大哥的面目之后 弟弟王信云说 当年他把大哥请来公司当总经理 是自己最大的错误 就在这里上面 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婚礼了 他最怕我都相信 为什么你都相信 因为他是我的个哥哥 我要回去他干什么 不需要回去他 王信云说 自己是个残疾人 1986年 在江苏老家的工厂干活的时候 不慎把右手的两个手指给压了 由于手指受了伤 没法再从事以前的工作了 他就辞了职 当时厂里给了他5000块钱做补偿 王信云说 正是靠着这5000块钱 他才一步步发展起来 各种败货影响 还有那个质带 王信云说 那个年代商品经济还不发达 只要动点脑筋 倒动点货 钱就很好赚 几年下来 他就攒下了30多万元 现在看来30万也许不是个大数 但是在那个年代可以说是一笔巨块 那时候的工人的工资 只拿几十块钱一个月 一定能够只有七百块钱 王信云说 1988年通过朋友介绍 他来到了湖南 先后成立了三家公司 分别是台胞实业 海华实业和海外实业 当时他的这三家公司 都挂靠在中国志工党湖南省委员会 王信云说 当时把企业挂靠在中国志工党湖南省委 一方面是因为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 个人投资的企业无法注册登记 必须找一个主管单位 另一方面 挂靠在这种机关 可以享受一些政策上的优惠 到了1992年 他跟人合资 成立湖南云达房地产公司 当时大哥王永云 是老家的一家企业 驻长沙办事处的采购员 出于亲情的考虑 他就让大哥当了公司的总经理 我老家呢 他一直鼓励的是 跟我们的理念是什么呢 十个摊子 五个盖子 要把十个摊子都盖起来 怎么盖 他有这个理念 我们原来没有 不具备这个理念 我们觉得为他的能力 比我们要强 让他去把整个 我们玩家的企业走大走强 王信云说 从小到大 他和大哥的关系 一直还算好 大哥给他的感觉 就是能说会道 做事也有自己的一套想法 所以当时他就把公司 交给了大哥来经营管理 没想到到头来 大哥竟然对自己的公司 打起了主意 这让他始料未及 我一直在反思我自己的呢 我也是那个呢 一直认为是 对那时候是我自己的 对这个整个世界的处置 自己太相信人了 王信云说 他在江苏老家那边 也有公司 平时他忙那边的生意 基本上不过问湖南这边的事情 但是大哥王永云说 弟弟不过问湖南公司的原因 是因为公司 根本就不是弟弟出钱成立的 他没有投资分析 他要管什么呢 他要管什么呢 是我认为他来办理这个法人代表 他说我亲弟弟 我不认为他 我认为谁呢 王永云给记者出示了一份证明 这份证明是 2004年 公司在股权变更的时候 中国志工党湖南省委 出去给岳阳市工商局的 上面说 岳阳云达公司 在公司成立的时候 实际的资金来源 是由其工作人员 王永云自筹900万元为主 成立的 公司法定代表人 王信云 是王永云同志委派的 该公司 是挂靠在中国志工党 湖南省委的企业 对于大哥出示的这份证明 弟弟王信云说 挂靠 这个事是真的 但这个证明其他的内容全是假的 根据当年的燕资报告显示 出资的是王群云的三家公司 王信云说 1992年 哥哥王永云还没有到 中国志工党湖南省委工作 根本不可能委派他 去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那么 哥哥王永云出示的 盖着中国志工党湖南省委员会 印章的这份证明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记者来到中国志工党 湖南省委员会进行采访 为了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 记者联系上了当时 担任中国志工党湖南省委员会委员的李学远 王永云是哪一年到志工党湖南省委 94年8月12 他这是同意录用 作为拼拥制的干部 拼拥的 1992年 李学远担任中国志工党湖南省委办公室主任一职 负责人事工作 他对志工党湖南省委的机关工作人员的情况 是最为清楚的 据李学远说 王永云是1994年到中国志工党湖南省委工作的 而岳阳云达公司成立的时间是在1992年 也就是说岳阳云达公司成立的时候 王永云还不是中国志工党湖南省委机关的工作人员 因此弟弟王永云才认为 大哥手上的这份证明是假的 自己投资办了公司 到头来却给大哥做了嫁衣 这样的结果 王永云说他实在没有想到 而让王永云更加没有想到的是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今年的1月7日 大哥王永云以公司的名义发了一个通知 要求弟弟王永云一家搬出公司的房子 说到这个我48小时之内从这个房子里面搬离 王岑是王永云的儿子 他说他的父亲现在住的这套房子的确是公司的 不过在他的眼里 公司是父亲投资的 这套房子自然就是他父亲的 就在这个房子里面结了婚 这就是我的婚房 包括你知道我的结婚状 那些东西家里面都还有 王岑说 这套房子的面积大概有90平方米 三室一厅 是当年父亲给他的婚房 2010年在王岑的结婚典礼上 大伯王永云一家也参加了婚礼 当年一家人 其乐融融的场景还历历在目 如今由于父亲和大伯发生了争执 大伯竟然连他这个侄子都要赶走 这让王岑无法理解 我还叫你一声独播 就算是你们之前有什么误会啊 那是你们上一代的事 你没必要牵扯到我一个小辈子吗 大哥的这个做法 弟弟王兴云也觉得太不尽人情了 即使自己跟大哥有矛盾 作为长辈也不应该拿小辈来出气 而且这是他和儿子在岳阳的唯一的住所 大哥这么做是要赶尽杀绝 王兴云说 毕竟是一家人 本来他打算和大哥好好协商 只要大哥把他的资产还给他 他也就不再追究了 可没有想到大哥一而再再而三的欺负他和家人 他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而对于这样的情况 工商部门也说过是有办法解决的 唐科长说 如果有证据证明 企业在申请股权变更的过程中提供了虚假材料 导致错误变更 当事人是可以申请撤销变更的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刑法室的主任刘仁文教授 欢迎刘老师 看到现在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错综复杂 有点眼花缭乱的感觉 但我们要明确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假如我是一个公司的总经理 我组织了一些冒用的签名 其他股东的签名 又服以虚假材料去蒙骗工商局 最后把你们的股权都划归到我的名下 或者是给了别人 我的行为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 如果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将本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 这就构成了职务侵占罪 股权算财务吗 刑法第92条已经明确的说了 股份股票这些东西属于公民的财产 2005年公安部的经济犯罪侦察局 就这个问题跟最高法院有关部门进行过请示汇报 最高法院的请示选判第二天答复 说这种情况 如果你能够证明它 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按照职务侵占罪来处理 作为被侵权人 他有什么办法维护他的权益吗 按照我们国家的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像这种情况 你要向当地的公安机关去报案 报案以后 公安机关应当要认真的对待 您刚才说当事人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 其实这一点 弟弟王新云也想到了 2012年8月 王新云以他的哥哥王永云职务侵占为由 向当地公安局 就是湖南省岳阳市岳阳楼区公安分局报了案 不过报案的结果让他很失望 2013年2月4日 岳阳市岳阳楼区公安分局进行审查后认为 王永云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决定不予立案 对于警方的这个决定 弟弟王新云不能接受 王新云说 他从岳阳楼区公安分局得到的答复 就是这么一张纸 至于不立案的原因 没有说 那么警方不立案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记者试图采岳阳市岳阳楼区公安分局 但是他们婉拒了采访 不过意外的是 在大哥王永云那里 记者见到了一份 由岳阳市岳阳楼区公安分局做出的 关于此案的情况汇报 在这份情况汇报里 警方提到了不立案的三点理由 第一点 警方认为 哥哥王永云主官上 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 怎么没有主官呢 他主官的意思是 王兴云认为 如果哥哥没有故意 那么在股权转让的时候 为什么不通知他 而且还要找人 为了他的签名呢 警方的第二个理由是 兄弟俩都不能提供公司的账目 无法审计评估其股权的市值 警方的第三个理由是 从湖南云达的验资情况来看 其组成的三家公司 均未实际出资 尽管公司的法人代表是王兴云 但公司实际的负责人是王永云 有杜转出资 都有的证明 有银行出资证明 也有的财务资报告 可能对同一件事情 每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他 结论是不同的 王兴云就坚持认为 哥哥这么做完全是在犯罪 王兴云他还有什么办法 来主张自己的权利 如果你还不服 可以向他的上级部门申请复议 如果申请复议以后 还是被驳回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的刑事诉讼法也明确规定 这种时候被害人 可以去向当地的人民检察院 反映这个情况 因为我们国家的检察机关 是法律监督机关 另一方面来说 要赶快向当地的工商部门 反映情况 请工商部门及时的更改过来 恢复这个事实的本来的密码 二十年前 兄弟俩携手从老家江苏来到湖南大拼 通过不懈的努力 在陌生的城市逐渐站稳了脚跟 但是二十年后 因为资产的问题 兄弟俩反目成仇 形同陌路了 王兴云说 他们的父母在2004年和2004年和2007年相继去世了 父母在世的时候 兄弟俩有矛盾 一般有母亲出面就能解决 现在父母都不在了 没有人能说懂大哥了 我这个人那些规则呢 就是比较软弱 就不想去跟人去证明出力 这个东西是你还是我的 去争 只要能够 王兴云说 原本他是不想来跟大哥争这个公司的 只因为前些年自己投资失误 在江苏老家的公司也经营不下去了 现在连生活都很困难了 所以不得已才回到湖南 来要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可是在大哥看来 弟弟为了跟他争财产 竟然到公安局去报了案 这个让他伤透了心 我有这么一个发起机会的时候 我也把他们带出来 给他拿一份工资 如今大哥王兴云名下 有多家房地产公司 在王兴云看来 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努力拼搏的结果 我这个人从小一直到现在 一看了这么多资料 我是依法办事的人 可是在弟弟王兴云看来 大哥如今所取得的一切 都是通过不择手段 巧取豪夺获得的 不过他相信 法律会给自己一个公道的 俗话说 黄金有价 勤无价 但是在巨额利益 和巨大的诱惑面前 我们相信有人会动摇 有人会抛弃本该最珍惜的东西 关于这件事情的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栏目也会保持持续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刘老师参与缅博士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应用